接下来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教师第一排的那个 女孩 九月终于来临了 已经期待已久的高中生活开始了 第一天上课啊 娜娜精神饱满的来到教师 她看了看讲桌上的座位表 然后啊 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第四排 第三个位置 既然有人比我还来得还早呢 娜娜看见第一排第一个位置上坐着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 乌黑的长发 扎着一个高高的马尾 但是她看不见那个女孩的脸 这因为她正回头 因为她正回着头啊 看着教师后面的 娜娜走下讲台之后啊 找到自己的位置 嗯 就是这里了 第四排 第三个位置 娜娜坐下来之后啊 她一抬头 又看到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的脸圆圆的 皮肤有些参白 一双空洞的大眼睛 正好像看着自己 娜娜看着那个女孩问道 同学你好 我叫娜娜 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女孩却毫无反应 还是一动不动的盯着自己 这眼睛好久都没有眨一下 娜娜感觉有些尴尬 她不再问了 她随便翻出一本书 突然之间 从教室的后方 常来了奇葛 常来了声音 啊 娜娜 你来得真早啊 你可是第一个啊 娜娜回头看过去 是礼方 据她的初中同学 这两个人高中又被奔到了头一个班上 娜娜回过头 然后啊 手顺着第一排的位置 我可不是最早的 你瞧 那 人呢 看看还在的 这什么时候出去的呢 娜娜 娜娜非常疑惑地说道 这很快啊 就上课了 娜娜也再也没有注意那个女孩 三节课很快就过去了 这第四节课是自习课 同学们都蒙着写作业 娜娜写了一会儿啊 准备休息了一下 她一抬头 又看到了那个女孩 她看到了那个女孩 还是回着头啊 好像正在盯着自己 那个眼神非常的空洞 娜娜拿了一支笔啊 从她晃了晃 但是 她没有任何的感觉 娜娜觉得奇怪啊 她就仔细地看着这个女孩 突然之间 娜娜感觉那个女孩 脸色有些变了 越来越苍白 越来越白 变得就跟一张白纸一样 她的眼睛 好像又变得特别的大 黑色的眼珠 慢慢地向上翻动着 眼珠越来越小 然后整个都消失了 姐姐 那个女孩张大了嘴巴 嘴巴越张越大 鼻子也消失不见了 娜娜突然之间大叫了一声 打破了教室的安静 同学们都停下笔来看着她 谁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同学们都议论纷纷 她一手捂着眼睛 一手指着前方 那个人 好可怕 那个人 是哪个 就是 第一排 第一个座位的 那个女孩 她变了 变得好可怕 第一排第二个座位 躲开了 她看下那个位置 果然 没有看到人 我是见鬼了吗 怪不得 那个女孩感觉怪怪的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看到鬼呢 此时的娜娜 惊吓得胡言乱语 她同学们都不以为人 继续写着 娜娜贫富了好久 她发誓 再也不会 一个人待在教室里 再也 不会 看着那个位置 很快啊 一周过去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发生 这节是 语文课 这语文课老师 正在讲坛上 滔滔不绝地讲着 娜娜突然之间 从位置上 站了起来 老师就问她 诶 娜娜 有什么事情啊 娜娜却毫无反应 这同桌啊 赶紧拽她 坐了下来 可是 她却是 一动也不动 那 语文老师 刚说出一个 娜子的时候啊 只见 娜娜 转身离开 座位 直进 朝窗子 走了过去 然后 她迅速地跳了下去 娜娜死了 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每年九月 新生入学啊 都会有一个高一学生 莫名其妙地死去 后来 听一位退休老师说的 这四年前啊 一个高一女生 要于走路是跛脚 经常被别人欺负 这没过一个月就退学了 但是啊 回家两天之后 就跳楼自杀了 她还留下了一封诅咒信 这每年 都会找一个新同学 去陪着她 你看见我了吗 下一个 就是你 好的 这就是我要为大家讲述的 教师第一排的 哪个女孩的故事 这就是我 我这就是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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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